双城国小儿童乐团成立于民国90年 算一算时间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 从2003年到2020年这段期间 儿童乐团多次荣获新北市赛优等和特优 而且还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同样也荣获不少的好成绩 新建区双城国小儿童乐团成立于民国90年9月 参与人数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0人左右 招式希望透过团体学习合作的方式 培养学童对音乐的喜好与兴趣 开发艺术潜能 从2003年到2020年 儿童乐团多次荣获新北市赛优等和特优 并且还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同样也荣获优等特优以上的好成绩 儿童乐团成立将近20年了 那我们在尤千琴老师 胡实惠老师的指导之下呢 不管是儿童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 参加我们新北市每一年的学生音乐比赛 都得到优等甚至于特优的成绩 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的学生音乐比赛 不仅如此乐团从103年起筹办双双打致音乐会 与临近中小学相互交流 并且还经常应邀前往医院社区 还有公益活动演出 在北部地区小有名气 我们社区的一些重要的活动像人康医院 他们的院庆像我们附近玫瑰中国城的福德宫 一些重要的活动也都会邀请孩子们去那边演出 那同时每一年我们也办了双双达正的成果发表会 邀请附近的达官中小学 还有其他的音乐发展或乐团的发展很不错的学校 共同的来演出互相观摩 双成国小儿童乐团12月19号下午 将与新店加勒福合作进行快闪表演 也欢迎喜爱音乐的朋友们一起到场 分享音乐所带来的美妙乐音 继续成名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